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脑布君 现在科学理论认为138亿年前 一个时空基点的大爆炸诞生了宇宙 最初的宇宙并没有各种天体 只有氢氦等基本元素 其中氦元素占到了90%以上 随着宇宙的不断膨胀 温度冷却下来诞生了第一批恒星 恒星在宇宙的演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们相当于一个个元素炼化工厂 能够将氢元素转化为其他的元素 最早的一批恒星质量都特别大 寿命也非常短 很快就迎来了终点 发生了超新星爆炸 在恒星内部和聚变过程中 氢元素只能聚变到铁元素阶段 更重要的元素则是在超新星爆炸中形成 超新星爆炸并不是结束 而是新一轮恒星的开始 宇宙最初一批恒星发生 超新星爆炸后留下的物质形成星云 演化出第二批恒星 这批恒星则比较丰富 而我们目前能够观测到的最古老的恒星 其实就是第二批恒星 而恒星诞生于宇宙大爆炸之后 根据宇宙演化模型 宇宙中最古老的恒星理论 不会超过137亿年 可是宇宙充满着无数的秘密 很多的观测发现都是在颠覆我们的认知 越是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越有可能发生 今天我们来聊 时间来到2000年 天文学界发现了一颗寿命过于古老的恒星 当时测定它的寿命长达160亿年 而宇宙不过138.2亿年的历史 天文学界给这颗恒星的名号是马土撒拉 因为在传说中马土撒拉是一位活了969岁的部落组长 这颗位于190光年外的天秤座中的古老恒星 在恒星的数据库中的编号是HD140283 在分类上属于第一代恒星 即内部几乎不含重元素 是全部由氢和氦组成的恒星 2018年天文学界又对这颗恒星做了更深入的研究 于是161年的寿命被缩短到了146亿年 但即使是这样146亿岁的恒星也远远超过了宇宙的年龄 如此一来就只有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马土撒拉星146亿年的历史和宇宙138.2亿年的历史 这两个数据里肯定有一个是错误的 因为对恒星的年龄测定主要靠侦测恒星光度 光度越高的恒星内部核聚变越强烈 相应的寿命也就越短 某些超大质量的恒星更是只有几百万年的寿命 而马土撒拉的光度数据显示它诞生极早 内部核聚变反应强度也比较弱 最重要的是对于马土撒拉这种诞生于大爆炸之初的第一代恒星 天文学界目前并不是很了解 因为现在宇宙的主流 是以太阳为代表的第二代恒星们 这些第二代恒星都诞生于第一代大质量恒星寿终正寝后的星云中 两代恒星由于物质构成的不同 演化规律也不尽相同 用太阳这种第二代恒星的演化规律去推算第一代恒星 马土撒拉的年龄多多少少是会有点误差的 作为宇宙大爆炸百万年后诞生的第一代恒星 经过修正后的马土撒拉星的年龄 在144.61年正负81年左右 几乎刚好摸到了宇宙大爆炸早期 这说明它在我们的宇宙还没有起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这让一众科学家大跌眼镜 可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不得不相信 最初科学家也怀疑是不是我们的计算搞错了 可是后来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里 科学家一直都在观测研究这颗恒星 通过更多的观测数据进行了一次次的计算 最后得出的结论仍然是141年左右 即使有误差也在8亿年之内 可能有人会说了 如果科学家这个计算失误刚好就是8亿年 那么这颗恒星的年龄就是132亿年 那不就比宇宙的年龄小吗 这样的话 它诞生于宇宙大爆炸的第一颗恒星也很正常 粗看之下似乎是很有道理 但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宇宙最早一批恒星诞生的时间 可能你就不这么认为了 宇宙大爆炸之后氢和氦最先形成 然后就是宇宙的快速膨胀 这个时期是宇宙的暗黑纪元 没有任何的光亮 直到后来出现了第一批恒星和星系 才终结了宇宙所谓暗黑纪元 这些恒星不只是用它们发出的光照亮了夜空 还清空了原本充斥在宇宙中的 由氢原子构成的迷雾 从最早诞生的氢和氦 再到后来形成的第一批恒星 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并不是很快就能够形成的 根据科学家的观测研究认为 宇宙最早一批恒星诞生的 时间大约是距近130亿左右 也就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的 8亿年左右 第一批恒星才诞生 可是现在科学家观测发现的 这颗恒星即使是误差达到了8亿年 它的年龄也有132亿年 这个时间宇宙不大可能诞生恒星 那么这颗古老的恒星又是如何来的 对此科学家也感到非常迷惑 要知道 科学家近半个世纪以来 也观测发现了一些古老的恒星 这些恒星同样有可能 也是宇宙最早诞生的一批恒星 它的年龄基本都在131年左右 而马拉萨土星按照正常的推算 它的年龄达到了140亿年 即使将误差调到8亿年 那它的年龄也有132亿年 这样的情况很明显 如果我们的宇宙的确是起源于138亿年前 那么这颗恒星有可能不是我们宇宙的天体 看到这里让很多人想到了多元宇宙论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科学家曾经提出过多元宇宙论 此理论认为宇宙不是唯一的 而是有很多个 在我们的宇宙之下还有更浩瀚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之中有大量的其他宇宙存在 如果多元宇宙论是正确的 那么马土萨拉星可能是来自于其他宇宙的一个天体 它在我们的宇宙刚刚发生大爆炸之后 就无意之中进入了这片宇宙 然后一直存在到现在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跟宇宙起源也有一定的关系 科学家对于宇宙的起源还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宇宙的轮回 有人认为宇宙也是有起点和终点的 当宇宙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就会不断坍缩 最后重启宇宙诞生一个新的宇宙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的宇宙就有可能是上个宇宙的延续 而马土萨拉星有可能就是上个宇宙的天体 只是在机缘巧合之下 它没有被毁灭 最后随着新宇宙的诞生而继续保留了下来 当然以上这些只是我们的猜想 这个马土萨拉星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需要科学家的不断探索研究 如果它真的是诞生在我们宇宙的天体 那它的真实年龄是140亿年 那么是否说明人类现在对于宇宙的起源时间也不是正确的 有可能我们宇宙起源时间远在138亿年前 也未可知 那么小伙伴们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部军 我们下期再见